我觉得台湾这个时候 其实最适合登上国际的 因为全世界对台湾的防疫的成就 都十分的好奇 为什么你们可以度过 那其他国家为什么度不了 这里头包山包海的交通部 你看这个交通事业的便利 所带动另外一个新兴的产业 这是其实是台湾 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不过这地方我想请教启恩 因为墙这么多景点里头 台湾很著名的一个景点 每一个人说来台湾 你一定要去墾丁吧 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去擦亮 恒春这个海恩写这个招牌呢 我觉得恒春或是整个台湾的潜水 我们可以称它为蓝色经济好了 台湾的潜水是没被世界看见的 但我觉得它的能量 跟它的魅力是非常非常足够 我们在去年 2019年我们邀请了一个国外的作者 来到台湾 然后我们想要邀请他来帮台湾 写一本专门属于台湾的潜水书 然后他也很乐意就飞到台湾 然后也很感谢观光局赞助我们这整个活动 然后我们就带着他 从最北的东北角 然后到恒春 然后绿岛 蓝宇小琉球台湾的六大潜场 他看完之后觉得哇台湾每一个景点都有它非常重要的特色 可是他一开始在跟我讲这个景点的时候 我会觉得那为什么要选择东北角 来恒春 我们恒春这么这么厉害的海底 为什么不在这里待久一点 反而你想要我安排一个东北角 他跟我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他跟我说台湾或许没有在那个时间点没有很多国外的旅客 但台湾很多商务的旅客 那东北角针对于台北来讲是非常方便的 它是40分钟就可以到海边 然后40分钟又可以到台北市享受美食逛夜市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 然后我就真的跳到东北角的朝靖公园里面 我发现哇 这边的珊瑚礁这边的鱼群是非常的好的 可是我却用台湾人自己的心态去看待这些产品 我那时候那件事情让我发现了 我们应该用外国人他到底会喜欢什么 而不是用我们觉得这没什么 台湾人觉得这没什么 可是在外国人的心里面觉得这是很独特的 然后在恒春呢 恒春我觉得是整体 整个潜水点来讲 所有的旅游资讯最完备的 第一个我们有很多五星级的饭店 我们有很棒的餐厅 我们有其他的生态旅游的产品 就算你没有来潜水 你的家人也会觉得非常开心 也可以在那边很好度假 然后爸爸可以去潜水 然后老婆可以在家里面等他 所以我觉得恒春是一个 所有旅游形态都非常完整的 接下来我们去到了兰� 一个台湾人一定要去到的地方 我每次都问人家说 你有没有去过兰� 一个台湾人一定要去到的地方 我每次都问人家说 你有没有去过兰� 大部分人都说 我没有去过兰� 可是兰� 你一定要去 因为兰� 是一个你没有看过的台湾 是最原始的台湾 它有很特殊的文化 有达物族的文化 有地下物流文化 然后它的水 它的海 非常的清澈 我觉得绝对是世界级的 然后再来我们去到了盆湖 盆湖 我一开始要去的时候 因为我以前制作海事工程的 我觉得盆湖的能见度就是不太好 水里面就是蛮浊的 后来我去到南方四岛 国家公园 南方四岛国家公园 我跳下去之后 我发现我们真的是真咖怂 我们真的是没有去过人家 然后就不需要去评论 我发现那边的生态 然后那边的珊瑚跟渔群 是台湾最好的 我觉得盆湖真的有机会 成为国际级的潜点 只是世界还没看见它而已 接下来我们去到了小琉球 最近大家在讲潜水 或讲岛屿旅游 一定会知道小琉球 因为小琉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它有一个海龟 它海龟的可见度呢 可见率大概百分之九十 就是你去十次 九次都会看到海龟 你可以看到海龟在你身边悠游 就对于喜欢玩水的人 这真的是非常令人赞叹的一件生物 而且不能碰它 对不能碰 一碰要罚三十万 然后小琉球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去到那里只要搭十五分钟的船 它是一个生态非常方便的地方 然后我们最后一站 我们去到了台湾所有潜点里面 站上世界舞台的绿岛 绿岛它的水非常清澈 珊瑚 鱼群 跟鱼类的丰富度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那时候很多 我们在这些潜水的客人 他们要来到台湾 第一个子民就要去绿岛 绿岛我觉得它为什么有站上 世界前十大的潜水点 它的魅力在哪里 真的我们台湾人 应该都要亲眼看看 但属于台湾的这一片海 台湾人如果不去潜个水 浮个浅 我真的觉得太可惜了 台湾的山很美 台湾的海也很美 大家都应该要来亲眼看看